近期台湾出现了第一例牛结结诊的确诊病例 苗里以北的养牛场现在都已经完成注射了 不过为了确实防堵疫情 注射疫苗不只针对一般的牛脂 现在也找到了283只的野放水牛 吹剑来施打疫苗 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艰辛 因为防疫人员必须要损着这个牛粪 还有它的足迹来找野放水牛 而且还必须要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施打 胸痕眼神 野牛紧盯 眼看野牛越靠越近 防疫人员还在迟疑 旁边的人都急了 吹完赶快闪就怕热怒牛群被撞伤 野牛眼神恶狠狠瞪着 真的很惊险 防疫人员抓紧时机 用吹剑帮野牛打疫苗 就是为了防堵疫情扩大 而为了找这些野放的水牛 还出动空拍机沿着河床找 前行万虎完成两百八三只 野放水牛的尸大 做一只深入树林的盲口间 这些牛群都在河床树林里面出没 为了去打这个疫苗 然后我们爬了四五个小时的登山 然后还不能走人走的那个坡道 必须连着牛粪 寻着牛的足迹去找这个牛群 牛只施打疫苗后会后续追踪 另外农委会购买十八万剂牛结结针疫苗 将在苗栗以南扩大施打 全面防堵疫情 保住台湾一百四十亿产值的牛肉市场 华市新闻林一婷李红杰台北报导